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出决定之后已经生效 移民权力组织和拜登政府则认为 这个法律事实上违宪并且是不公平的 针对德州的有色人种 白宫表示从根本上就不同意 在礼拜二最高法院的决定 我们德州州长Greg Abbott 副州长Dan Patrick 以及在德州的总检察长Kim Paxton 都在获悉这个决定之后表示 这个法律是必要的 因为他们所说的 现任拜登总统的边境政策 导致了我们德州进入美国 寻求庇护者的数量创历史性高 而在总检察长Kim Paxton 在获知了最后的决定之后 也就在社交媒体上 对这个决定表示了欢呼 接着我们看到这是HPD 休斯顿警察局 他的警察工会现在要求 要把现任的警察局长Troy Fener 从一项内部调查当中除名 移开他 这个调查是在审查 超过100万个宣而未决的案件 拖延在那里没有处理的案件 而休斯顿警察工会也要求 把这个调查移交给外部机构 日前发布的信中 休斯顿警察工会要求 就是局长Fener 回避参与这个案子调查结果 并且把休斯顿警察局的调查 移交给监察长办公室 或其他机构 这些不隶属于警察局的调查机构 信中说 在现任局长Fener 参与调查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在我们Harris County的一个叫做 Uplift Harris的保证收入计划 在今年稍早已经正式的启动 它可以为将近2000个收入低于 联邦贫困线200%的家庭 提供每个月500美元的补助 为期一年半18个月 低于联邦贫困线200% 相当于四口之家的年收入是最高6万元 根据Harris County公共卫生局说 已经被核准的个人将有四个礼拜的时间 在online或者亲自来完成 相关计划的登记注册 预计第一笔款项会是在4月下旬可以发放 在Harris县公共卫生部门规划的新任总监 Brandon Maddox 他说只要这些家庭合法的使用 新的收入 至于他是怎么样子花钱 可就没有限制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焦点转到其他方面美国的新闻 先看到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要访问中东 他的目标是要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 并且要确保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可以获释 布林肯访问菲律宾的期间就说了 此行将会会见沙布地阿拉伯和埃及的高层 目的是讨论区域持久和平的正确架构 在全球饥饿监测机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则说 加萨走廊部分地区现在极度缺粮 已经超过饥荒的等级 如果不立即停火 并且向因为战事而被切断地区大量的运入粮食 大规模的死亡将迫在眉睫 接着则看到这是在关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顿的相关消息 尽管美国新一轮的乌克兰援助法案还在国会卡关当中 但是在欺负方面现在也面临弹药不足的问题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顿还是在昨天承诺 美国不会让乌克兰战败 民主党级总统拜登提出了6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的法案 一直以来都因为共和党级国会议员阻扰而卡关 当局也提出了警告 近日绕过国会提拨的3亿美元军援 仅仅只能够维持数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月12号 白宫是绕过了国会共和党人士 宣布对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的金援 到目前的美国还是乌克兰安全援助的最大捐助国 2022年2月以来 华府对基辅承诺的军援已经达到数百亿美金了 另外在这里看到正碰到中国 急急地试图要拉美国的盟友挖墙角之际 美国官员在昨天说 近期获得批准 为三个具重要战略意义太平洋岛国提供71亿美元的法案 这是美国做出承诺的重要迹象 尽管提供马绍尔群岛密克罗西亚和帛琉的自由加盟协约 援助款更新案获得两党广泛的支持 这项法案却因为美国国会在预算问题上的僵局已经被搁置数个月了 而这些岛国的领导人则提出示警 资金延迟可能也会迫使他们的政府中断部分的服务 导致舆论转向中国的投资提案 即将在今年稍晚面临大选的帛琉总统 2月份就致海美国参议员的信件曝光 信中也提及了 在中国方面正在寻求利用美国耽搁的集会 而现在再度看到美国官员强调 在近期获批准 为三个具重要战略意义太平洋岛国 要提供这个金元法案是美国做出承诺的重要迹象 下面我们看到来自迈阿弥的消息 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白宫贸易顾问纳瓦洛 因为拒绝到联邦众院特别委员会作证 来配合2021年国会大厦遇协案的调查 在1月因为藐视国会遭判四个月有期徒刑之后 昨天开始入狱服刑 他成为入狱服刑的川普政府最高阶官员 也是第一位因为藐视国会入狱的前白宫官员 现年74岁的纳瓦洛 曾经是哈佛的经济学家 他拒绝作证或者是向这个 由民主党主导的委员会交出相关文件 华府的联邦陪审团 是在去年裁定两项藐视国会最成立的 好 最后我们带给大家来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在四年来奋力地走出疫情的阴影 但是最新民调则显示 这一座全美最大城市的生活品质 满意度远远低于七年前的水准 民众普遍认为 夜后的治安恶化 连白天要搭地铁都会像夜晚一样提心吊胆 根据现在的调查 夜后时期搭地铁或夜间只身在外行走 让民众更加的不安 整体而言呢 纽约克认为 现在白天搭地铁 比七年前夜间搭地铁相比 没有安全多少 好的 带给大家的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沪美剑 下边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继续一同关心 来自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在我们国际方面新闻 首先第一个看到 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柏瑞尔 昨天他说将会提议 欧盟使用俄罗斯 在欧洲被冻结资产所产生收益的 90%的资金 透过欧洲和平机制 基金来为乌克兰购买武器 柏瑞尔是在布鲁塞尔 对记者表示 他也将建议把剩余的10%的收益 转入欧盟预算 用于增强乌克兰国防工业的能力 柏瑞尔说将会在 21和22号举行的 欧盟领袖峰会之前 在20号就是今天向欧盟成员国提出这一项建议 俄罗斯在西方所有的固定资产中 大约有70% 存放在最大的托管机构 比利时 欧洲清算银行当中 这个银行拥有相当于 1900亿欧元的各种 俄罗斯央行证券 以及现金 接着呢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则说 缅甸军方持续的空袭西部 若开邦村庄的报道 让他感到担忧 在这个报道呢 表示反叛组织若开军 去年11月攻击 安全部队 打破了2021年军方政变以来 大体上获得维持的停火协议 若开邦也自此动荡不安 古特瑞斯的发言人说 军方持续空袭的报道 让古特瑞斯忧心 那么在缅甸军事领导人 是把洛新亚人 视为闯入的外国人 也拒绝给予他们公民的身份 接着看到香港立法会 在19号三读通过了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也就是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 再包括了联合国 美国 英国和人权团体 对此提出警告 法律可能进一步的限制 香港的自由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他谴责这项立法的仓促通过 批评这是对保护人权走回头路 在美国也对此表示忧心 认为这将进一步限缩香港自由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表示 美国方面认为这类行动 有可能加速关闭香港 一度开放的社会 此外 英国外相靠曼龙也同样说 这个举动将会进一步重创香港的自由和权力 因此 他敦促港府要尊重基本法 维护香港自治以及法治 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则说 基本法23条的立法是相当严酷的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团队主席则说 这项法律的通过传递出至今最为明确的讯息 就是香港当局迎合北京议院的可望超出过去对人权的任何的承诺 接着呢 我们再看呢 印度的外交部 他在日前指出 中国对阿鲁纳省查提出的荒谬主张 强调这个和中国接壤的东北省份将是 永远是印度完整而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当局说阿鲁纳查省是藏男的一部分 新德里则拒绝这种说法 强调的是阿鲁纳查省向来就是印度的一部分 接着我们再来看圣保罗的报道 巴西的登革热疫情相当严重 今年到目前已经通报了188万9206例的确诊和疑似病例 其中包括了561例死亡 根据巴西未宣布的数据呢 另外还有1020例疑似感染登革热死亡 登革热的疫情肆虐 在巴西圣保罗市已经宣布进入了 就是全市进入紧急状态 巴西卫生部说登革热的病毒一抗原型 可分四种血清型病毒 血清型一在巴西最常见 所有州都有病例 而二型则在24个州和巴西利亚联邦特区出现 目前为止只有米纳斯吉拉斯州 同时出现四种血清型病毒 其中血清型二和三是很可能引起神经系统的问题的 最后我们再看到的呢 这是日本的消息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派出无人机 深入福岛核电厂的一座严重损坏的反应炉之内部 无人机拍摄的影像 虽然可以见到设备移位和材料变形 但是还是有诸多的问题没有获得解答 凸显的是核电厂除异的兼具任务 在东电公司公布微型无人机拍摄的12张画面 这个照片是东电受刺 从受损最严重的1号反应炉 主要为主舱基座内部拍摄到的画面 为主舱基座位于反应炉蕊的正下方 而官员也一直希望能够深入这个区域 检查反应炉蕊和融化的核燃料 在现在无人机拍摄到的高解析度彩色照片 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形状大小的棕色物体 悬挂在反应炉底座不同位置 在官员说 在未取得辐射量等其他数据的情况下 从这些照片当中是没有办法判断 悬挂的块状物是融化的燃料 还是融化的设备 由于微组舱过于黑暗的关系 无人机的镜头是没有办法看到 反应这个芦蕊的底部 由于技术障碍和缺乏资料的关系 福岛核电厂的厨艺过程已经延宕多年了 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杰 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要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再和朋友们一同关心 将是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先看到正在澳洲访问的 就是中国的外长王毅 会见了澳洲总理 那么澳洲总理爱班尼斯呢 则表示双方的关系不应该由差异和分歧来定义 应该尽可能的寻找双方利益的共同点 王毅则表示 中国和澳洲关系既然已经回到正轨 双方就应该不开倒车 王毅在访问纽西兰之后呢 会再转网的是澳洲去访问 在首都坎培拉会见爱班尼斯 稍早他与澳洲外长黄英贤举行会谈 也共同出席了第七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 另外呢 在正在澳洲访问的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也是外长王毅 也阐述了北京就台港江藏与南海等议题所秉持的立场 并且说中国与澳洲双方要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且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接着呢 再看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是不断的升温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刘景松 昨天就约见了菲律宾驻中国大使 就菲律宾近期针对南海以及涉及台湾等议题上 被中国认定的负面表态提出了交涉 并且表达强烈的不满 而近一年多来 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黄烟岛仁爱暗杀这些海域屡屡发生冲突 双方船只3月5号更是发生两起碰撞事件 造成四名菲律宾船员受伤 在除了中国和菲律宾双方之外 美国国务院也在昨天发表声明 谴责的是中国在南海采取的挑衅行动 一再阻扰菲律宾船只行驶公海航行自由利权利 而美国与菲律宾站在一起 接着看到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 2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再小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是15.3% 在比1月相比增加了0.7% 与其他年龄相比 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依然是偏高的 在现在由于青年的失业率频传新高 中国在去年7月就停止发布了 同年12月改为发布不包含再小生的16到24岁 25到29岁 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 下面看到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旗下的T姆 在世界各地大举的扩张 并且斥资4200万美元 在今年美国超级杯狂打了6个广告 使得下载量激增并且结合网红行销和评价策略 抢占美国市场 T姆由2022年第一次在美国推出之后 在全球49个国家刮起了旋风 对当地电商带来了威胁 根据市场分析 这个是他的数据 T姆推出之后一直在全球应用程式下载排行榜上 是名列前茅 每个月有将近1.52亿的美国用户 在现在呢 T姆也正在以评价战略 抢攻美国市场 中国市场研究集团的创始人雷小山则分析 未来两到三年题目的战略 就是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市战略 不在乎它的利润 这也正是拼多多 他在中国推广出奇的策略 让人难以置信的低价优惠 来抢占这个市战略 接着我们再看在北京 在昨天临近傍晚8点的时候 发生了一辆黑色汽车 撞飞机动车道的突发交通事故 根据在消息显示 造势者是21岁的男子 是在逃逸过程当中酿成死亡 事件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重伤 还有12个人留院治疗 4个人出院了 根据了解 这名造势男子并不涉酒不涉毒 目前这名男子就因为涉嫌交通造势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 事故处理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下边我们看到这是来自河北邯郸的报道 在邯郸初中生被同学残酷杀害的事件 震惊了中国社会 存在已久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再度被关注 分析则说 案件背后显示的是 社会家庭与教育等机能全数的丧失 同时大众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 是绝对不够的 而所谓的留守儿童是指 因父母前往城市工作 而被留在家乡 并且寄宿在亲戚家中 长期与双亲分居的儿童 许多的研究都显示 留守的儿童和少年中 不少人就会因为缺乏应有的家庭关爱 身心成长受到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最后看到香港 香港立法会已经三读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 多家报章则认为 在完成相关立法之后 香港今后就可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包括了新岛日报 还有明报都在社评当中都表示 维护好社会的多元开放 发挥香港所长 基本法23条是新事物 那么当局应该以耐心和包容的处事态度 来增强各方的信心 带给朋友们的就是在中国方面的报道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下边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和我继续与同关心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副总统赖清德在今上午接见 斯瓦地尼王国总理戴罗素 赖副总统指出 他在就任总统之后 将延续蔡英文总统务实 踏实以及稳健的外交政策 在两国坚定友好关系上 积极提升双边关系 他也借此机会感谢斯瓦地尼 在许多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支持台湾实质参与国际组织 副总统表示 面对近期国际供应链持续重组 自通讯科技是台湾的优势 台湾非常乐意分享经验 未来新政府将会持续推动 两国自通讯合作发展 也会全力支持史国政府 近期推动的战略除幼潮计划 以及其他交流合作计划 赖清德说 相较中国 台湾对于史国的承诺 都是具体可兑现的计划 且有深厚长远的历史 可以证明我国的支持坚定不移 我们对于拥有史国这样好朋友 好的国际伙伴 以及真切的国际友人 要再次表达 感谢跟荣幸 而戴罗素在致辞时则是强调 在赖清德就职总统之后 史瓦帝尼对台湾的支持不会动摇 他此行就是为了重申 史瓦帝尼与台湾的外交承诺 同时戴罗素也指出 台湾技术团正在协助 新建十国国际会议中心 以及五星级旅馆 需要能在今年底完成 台湾证券交易所和台湾探权交易所 也在本月初分别和史瓦帝尼证券交易所 签署合作备忘录 这是两国资本市场的重要里程碑 另外 十国政府也期盼 与台湾建立灾害与风险管理方面的合作 针对在一党预期 蔡英文总统视察太平岛一事 外交部长吴钊燮兼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 太平岛属于中华兵国领土不容质疑 政府会持续捍卫太平岛的主权 未来若有机会将透过最好的方式 伸张我国对太平岛的主权 吴钊燮在大逊时则是明确指出 南海地区目前战于密布 总统在此时访识太平岛时机并不合适 他并且指出 台湾应被国际社会示威是维持和平稳定的重要角色 而不是制造更多纷扰 吴钊燮说 政府的相关机关一定会去思考 在最佳的时间点之下去做一些比较好的事情 或是做最好的事情 那这个就必须要由国家整体的意义来衡量 目前的timing是不合适 因为我们看到的南海地区真的是占于密布 而至于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赵薇马文君规划五月安排立委考察太平岛 吴钊燮受访时回应表示 立委挑选某些时间点去做他们所谓的登岛跟主权宣示 外交部虽对此有些疑虑 但是这是立委行使立法权的一部分 另外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宽奇 在兼质疑蔡英文总统不登上太平岛 释放弃主权以及周边的经济利益 并且表示若蔡总统不去 在野党有必要捍卫国家尊严以及领土完整 而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时尧则是强调 政府捍卫太平岛主权从未动摇 但在国际情势升高的此时 要求总统前往究竟是为了太平还是续制造不平 首踢一骑一年义务一役陆军第226T一南 历经近8周的入伍训练之后 在18号开始展开为期5天的期末监测 陆军步兵302旅的一南兼持续进行期末监测 一南在无惧TNT炸药爆炸以及机枪射击升下 依序完成了震撼教育等9项的状况处置 陆军司令部在前邀请媒体到台中成功领营区 采访一南入伍训练期末监测的实况 陆军表示 首踢一年期义务一一南在18号到22号 进行为期5天的期末检测 以验证入伍训练的成效 而其中期末检测的步枪实弹射击 占监测成绩达到30% 而且实弹射击测验项目不合格 即判定总成绩不合格 步兵302旅的一南在步枪实弹射击的合格率 达到了95% 而首批义务一入伍 接训营长陆军步兵302旅 步而营营长洪新智忠孝 在今天受访表示 一年期义务一在入伍训练时 提高步枪实弹射击训练的射击发速 让一南在射击训练的过程当中更熟悉 使得射击的稳定度提升 畏惧感下降 并且具体呈现在期末检测的合格率上 桃团国际机场在日前进行南跑道碎修 却因为规划不周 量成航班大塞机引发了敏怨 而对此 桃团机场公司在兼公布的检讨报告 除了提出建立跑道维护机制并专案管控 同时强化沟通协调 以及资讯传递等精进作为 也将针对公司内部时任 寄出最重寄过两次到申戒一次的不等处犯 至于董事长杨维甫以及总经理范孝伦 也将向交通部自寄过一次 桃机公司董事长杨维甫在20号 再度针对3月初的跑道碎修 导致航班掩误转将 向旅客以及社会大众致歉 并且坦言相应管理协调工作不足 因此在深入检讨分析之后 提出一系列的改进措施 包括强化机场管理机制 加强横向协调沟通 提升宣传以及资讯公开透明度 并且加强行政作业管控 同时也对相关人员就责惩处 以确保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 另外针对旅客的权益方面 机场公司也在上个礼拜 邀请了4家国籍航空讨论 由于旅客受影响情况不同 航空公司将先依据纠纷 调除办法及运送契约妥事处理 目前统计到18号为止 提出申诉的旅客共有350件 后续机场公司也将在 邀请航空公司进一步的检讨 一岁多男同凯凯遭到保姆略死案 引发了社会的哗然 而其中留性保姆批用的外籍移工 录影搜证的影像 成为了检方定罪的证据 民进党立委刘建国在今天在立法院 未还委员会咨询时询问 这位保姆10年内换了10名移工 劳动部觉得这个状况正常吗 劳动部长许明川回应表示 应该列为高风险去访市 他说 这10年半10的 你如果掛手上的算算起来 不是一年一次 不到一年就换一个 以后这种平反的 我们应该要 高风险 应该要列为高风险去访市 它真的是高风险 今天如果我们有预警到这个事情 是不是这个固执的保姆 有虐待外籍移工 其实开来的事情 可能就不会发生 报告委 谢谢您 我们这边会来加强访市 我们的访察员 我们会针对这种平反 换移工的家 那个雇主 来加强他放心 同时刘建国也直言 这起的案件 不是没有被社会安全网接住 而是接住了 但是出了状况 需要多面向的去检讨 他也建议 卫福部可以设计保姆住居logo 提醒需要宁静的环境 也提高邻居的警觉性 能够提前预警 而对于虐童致死案 引发的社会震惊 负责干案的儿福联盟志工 遭到质疑访式记录不实 而且被媒体拍摄上靠 移送的画面 引发了社工界的哗然 台北市社会工作人员 职业工会 发起了挺社工活动 在今天上午 大约有300名的社工 集结卫福部前 手持社工是体制的 带罪羔羊 以及要通盘检讨 反盲目就责等手版 高喊全面检讨 社会安全网 而卫福部主命张永敏 出便接下了陈琴书 卫福部社公司司长苏昭如 则是表示 社工伙伴提出的诉求 卫福部都听到了 会交由相关单位研议 并且回应 而卫福部在事后 也发出新闻稿表示 对于安置儿哨或全日拖的个案 因为缺乏亲人看照 因此应该针对个案属性 跟风险程度 建立完善的访试 以及监督机制 而卫福部预计在4月底前 要及地方政府召开会议 贡商访试频率 而至于此案件受害儿童 以及社工的个人隐私 被网络漏搜 这涉及到网络数位化 以及媒体自律等议题的规定 卫福部预计在最近一次 行政院生安网跨部会 沟通平台会议当中提案 寻求各单位一起重视和因应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的相关消息 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吨备 вам ésus才会 精凍 行政院生安网络 小